进入到花季之后的三角莓 我们学会这样给它浇水 让它的花量翻倍的开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控水 但是控水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技巧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颗三角莓 现在虽然说它的土壤干了 叶子也发落下垂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时候 还要看一下这个土壤 到底达不达到浇水的一个条件 首先是先看一下这个土壤 5厘米以下 这个土壤是不是干的 如果是干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浇水了 像我这颗5厘米深的土壤 已经是完全干透的 而且这个叶片也下垂了 所以说一定要达到这两个条件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浇水的话 一定要结合高磷肥 比如说像这种 增根状化型营养叶 按照一笔千的笔列兑水 然后沿着根部这个地方 少浇点水就可以了 保证它能活 但是又不要给它浇透 这样就完全足够了 这样浇水的话 更有利于促进它花芽分化更多 如果说我们把握不好时机 把握不好浇水方法 那么控水也是白控 所以大家 只要学会这样给三角没浇水 就不担心它开花少了 当然了 也要结合一下 其他的养屋方法 比如说光照修剪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